今天在中国超市买了这个大红柚,包装非常漂亮,它说是非常甜,而且多汁,今天给大家开箱看看这个包装的大红柚究竟质量如何 这是它的牌子,中文叫大红柚,英文叫Red Parmela,这上面专门给你保证是在树上自然长熟以后才摘下来的 所以应该是现在打开就可以吃,因为有些柚子拿过来要放一放才可以吃 好了,现在咱们打开看看啊 打开后这个柚子长到这个样,大概有20多公分长,有大概15五分宽 咱们再把这次塑料打开 好了,然后我们把它放在水上洗一下 这个柚子实际上非常简单,网上有人教很多种方法 但实际上呢,最简单的方法呢,先把两头这地方去掉 不一定要切的特别多,去掉一部分就可以了,待会操作起来方便 同样,在这个大头,也切掉一点 然后呢,把它转过来 在这个地方,一直切到中间的位置 切到中间的位置 同样,这头呢,也切到中间的位置 这时候就可以了 然后再在中间切一刀 然后再在中间切一刀 这一刀呢,把它彻底切开 好了 这是个柚子打开的情况 现在给大家放进了看一看 这个肉的颜色是不是很漂亮啊 非常漂亮,对吧 那么现在呢,我们先拨着其中的一半 大家可以看,我现在呢,这样轻轻的一掰 它就开了 按着这个方向 大家看这一半一半的这个方向 然后把它打开 用一只手这样按起来 这样就可以打开了 其实呢,有些人说用这个手打开这个柚子的皮呢 往往手上会沾上的苦味 所以实际上呢,如果说你喜欢用刀的话 你看这个地方有这个缝 把刀轻轻的插进去 不需要切 稍微用杠杆的力量 这样一打开就可以了 然后 看这边也是,找到这个缝隙 找到这个缝隙以后放进去 然后好杠杆的力量,这样就容易打开 特别是有些女同志的手的力量比较小 用手硬去掰的话呢,就比较费力 不如这样呢,拿这个刀 通过杠杆的力量 就很容易把每一个这个半打开 大家看这地方还有一小块 也是 把这个刀 大家看看把刀插在这个中间 轻轻的一变就开了 全部打开以后 就很漂亮 然后呢 一块一块的把它拿掉 拿掉这个果肉的时候 大家注意看 这个在这个侧面 这上面有一层膜 这个膜呢 你要把它切开 稍微向这个 把果肉的方向切 这样切开一个缝以后呢 很容易把果肉拿下来 大家可以看每一半呢 你把这个上面这一层包膜拿掉 拿掉以后 下边呢 这个果肉就露出来了 用手这样轻轻的一推 这个果肉呢 就掉下来了 好了 现在这个柚子已经剖好了 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个柚子的颜色啊 是非常漂亮 非常诱人 而且呢 这个柚子每个上面有很多像针状的东西 就是一半一半的 真的像他说的是 颜色也非常漂亮 而且呢 非常甜 而且多汁 大家看这个特写 上面这个 肉呢 是一半一半的像上 像菊花一样 像上顺开 大家可以看 我现在这个放大以后 这个肉像针状的一样 精硬体度 这个颜色呢 透着血色 哇 是不是非常漂亮 而且颜色不一样 黄色 有地方是红色 一粒一粒的像这一样 北京一样 看着真的非常漂亮 放小一眼看看上面 像花一样 好 咱再从上面来看一下 有一点 就是 绿色 非常像猪乳酥一样,像溶洞里面的。 我再给大家分享一个吃法。 因为这个熟透的柚子呢,它这个肉啊,生针状的,一粒一粒的。 这是你拿手吃起来也不方便,也不卫生。你可以配这个酸奶一起吃。 这样效果更好。 喷酸奶一起吃。 我这边呢是草莓酱。 配这个酸奶一起吃。另外一种味道。 嗯,超级好吃。 嗯,超级好吃的。 嗯,超级好吃的。